日前歌手林俊杰才在演唱会上大胆向田富珍黑笔示爱 两人的甜蜜互动让旁人看得都脸红心跳 本以为好事成真 谁想今日拍到林俊杰与梅正妹约会用餐 对象却不是黑笔 而是和周杰伦合拍电影天台的李心爱 两人出盟的爱火已燃烧24天 据报道称林俊杰跟李相爱相识 是因为天台在台北举办的首映会 两人在周杰伦的介绍下有了第一次接触 后来李心爱出席林俊杰演唱会 让林俊杰对李心爱心生好感 更有某周刊连续两天 直击林俊杰开爱车接送李心爱约会吃饭 当日李心爱在一位女性长辈的陪同下 到一家设计珠宝店闲逛 后来又外出买咖啡做美甲享受下午的悠闲时光 接着又回到珠宝店 没多久就见到开着白色宝马跑车的林俊杰接送她 随后载着李心爱到一间美食餐厅有餐 同桌还有好友怀秋 据悉林俊杰在前一天便开着奔驰跑车与李心爱约会 还贴心载女方回家 继徐若轩 曾凯轩 温茨曼传出绯闻后 加上这次的李心爱对象都是和周董关系匪浅的妻女郎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